海峰 赶快过来 来来来 我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 走走走走 怎么了 你跟江丽姐要结婚了 去 下说什么 我跟你说啊 是这样的 咱们超市有个老顾客 在报社做记者的 听了咱们海家的故事后 真的十分感动 他答应我 要在他们报纸上 登寻人启事 帮我们找海姨 而且 给我个内部家 给我打很大的一个折扣呢 那挺好的 他还说了 在报纸那个中风登广告呢 是最便宜的 一天大概是 六十四块钱 那打完折之后呢 一天刚好五十块钱 而且我们登一个月的广告呢 还有折扣 你搁钱好了 只要没找到海姨 我们就一直把这个广告做下去 大哥 别等了 别浪费钱 浪费什么呀 一个月刚一千五嘛 而且他还说了 他认识一些同行 如果我们想在别的报纸上 同样做广告 他还可以帮我们去打点一下 哥 我说别等了 为什么 小枫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哥 大哥 小姨她 不会回来了 什么 小枫你怎么知道海姨不会回来了 你已经见过她了对吧 快快快 跟哥说实话 我之前查了那个IP地址 是小姨自己的 海芳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事一直瞒着我 走 你带我去找她 大哥别浪费力气了 我都找过她好几次了 她根本就不想回来 她现在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生活 她不想被我们打扰 她是铁了心不会回来了 哥 我尽全力了 海姨她不想回来 不可能 她怎么能不想回来呢 她说 她根本就不想想起以前的一切 她还说 什么海奶奶海家的兄弟姐妹 全都是一些不愉快的记忆 是她人生当中的污点 她还说 不想再接触我们海家任何人 大哥 你就别再想小姨的事了 人各有志 她不回来就随她吧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 还好好的在一起生活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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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过 一不疯不开 好久不见 快久不见 好久不见 小时候 好久不见 可以 很久不见 大家 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我觉得临婶说得对 咱们几个应该去福利院 至少 海姨 你不要说了 我答应过奶奶 不会让这个家散掉的 你们该上学的上学 该吃饭的吃饭 不要藏这个心 等我赚到了钱 给你们每人买一件新衣服 海姨 给你买个新书包 谢谢 哥哥 我要吃饭饭糖 没问题 哥 是三年 不是三天 你答应我 一定要 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 一定不要 让他们分开 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我很快就会出来的 不要跑 我要吃饭你了 别跑 让我 让我 让不到我 来了 小丽 小丽 我想明白了 我不能这么轻易就放弃她 与其这么被动地寻找小姨 还不如主动向她表明我们的诚意 你说对吧 你先回超市 哥还有点事要处理 小丽 放心 哥一定把你三姐找回来 小丽 小丽 你哥呢 他不是跟你一块出去的吗 哥说想逛一会儿 晚些回来 大哥还好吧 我正后悔把小姨的事情跟他说得那么清楚 大哥没事 他打起精神了 不用担心 打起精神了 喂 大哥 我是知道 但是 好吧 他就在理事上班 现在是我爸的秘书 可是小姨已经改姓了 他现在姓程叫程仪 大哥 要不你先回来我们商量一下 然后我们再 喂 大哥说 他要亲自去找海姨 海大哥去找海姨 你们两个早就知道海姨在哪对吗 我已经找到海姨了 只是她不肯回来 海姨不肯回来 那你大哥找她有用吗 大哥现在就说 他觉得海姨一定有什么误会 所以他亲自去找她解释 把她带回来 三姐会跟大哥回家吗 我想是不会的 小姨是铁了心不愿意回来 所以嘛 我不想跟大哥说 我怕小姨跟她说什么话 让她伤心 小丽 先别着急 海姨不回来 你大哥早晚也得知道 她得面对现实啊 说不定啊 你大哥还真能把海姨给劝回来呢 小丽 姜丽姐说得对 不要担心 承衣 你敢不说什么事吧 我要得去开会吧 等一下 刚才4S店打电话给我 说我们的车贷都已经还清了 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 我一下子也解释不清楚 我们回去再说吧 可是 喂 我是 有人找我 麻烦你让他在外面等一下 我马上就过来 谢谢 那等回家再说好了 好 你先去吧 小姐 小姐 我请问一下 陈小姐怎么那么久还没出来 陈秘书可能在忙 可能你要再多等一会儿 好 谢谢 不客气 陈秘书 阿姨 这位先生说找你 知道了 我们到休息室再探吧 谢谢 你说这个人是丑秘书什么人 男朋友吗 别开玩笑了 他长得倒是挺帅的 但一看就知道没什么见识 我 阿姨啊 你怎么总不肯回家 来 跟哥回去 算哥求你了行吧 你别再多说了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还有你知不知道 你突然跑来公司找我 会给我带了多大的麻烦啊 我 可是你也不跟我们联系啊 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了 就差你了 我知道你很忙 我也不想耽误你太多时间 我今天只是想来告诉你 我们大家都很想你 都盼着你早点回去 海姨 要跟你说多少次你才会明白 你认识的是过去的海姨 但那并不代表我想回到过去 现在的我叫程宜 以后我也将你这个身份继续生活下去 我不想回什么海家 更不想过什么兄妹团聚的生活 海姨 别人再叫我海姨了好不好 什么一家团聚 那只是你想要的 不是我承议你想要的 你到底明白吗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好 那就拜托你 别再拿海家来烦恶我好吗 我们大家不是说好了 会永远在一起的吗 你总是那么天真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谁和谁 能永远在一起的 即便是至亲至尽的人 更何况我们不是亲兄妹 我们只是被捡回来的小孩 是孤娃 我 是不是我突然来打搅你影响你的工作了 你一生气才说刚才那些话对不海姨 你一生气不虽 可就得的 那哥哥错了 跟你说对不起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安心工作 哥在楼下等你下班 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聊聊好不好 不必了 海先生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麻烦你立刻离开 海姨 我拜托你 别再来找我 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海姨 二哥 可以替我给大哥打个电话吗 我很担心他 放心吧 大哥比我有耐心 他一定能劝回小姨的 而且 说不定他们两个现在正在聊天呢 我打电话去 不是骚扰他们吗 这样吧 过半个小时 大哥还没消息 我就打给他 小丽啊 你别着急 你大哥又不是小孩了 说不定他的诚意 还真能够打动海姨呢 这样 我们聊聊天 一起等你大哥 好吗 我去整理货 我去整理货 小姨 小姨 小姨不会哄的 我也是 我都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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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再给我来两瓶酒 来了 这位老板 我看你是喝多了吧 叫你来两瓶 你就给我来两瓶 马上来 马上来 小姨 哥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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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四姐 大哥还没回来吗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还是没看到大哥 你别紧张 他可能去接凯开了 我回来了 我刚接了凯开送他回家了 凯大哥找找没 没有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还是没有 我打了一路的电话 还是没有人接 我再打 还是没人接 那我们一起去找 走 走 大哥还没回来 你也没找到 是啊 可能就在附近 我们再找找吧 好 小丽 你留下来吧 超市得有人看 而且大哥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发个短信跟我们说 要不然我也去吧 那就辛苦到龙叔了 多个人多双眼睛 咱们四散开来找 说不定能找到 人多力量大 对 好吧走吧 赶紧赶紧赶 走吧 你们慢慢用啊 来来来来 行了 我知道 你刚开的棋牌室 那高手可不定 我都听不懂 我都喝得很累 我都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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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听 还听 怎么了 大龙叔 来来 你怎么喝得那么多 还喝 你别喝了 你别再喝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回事 你们认识啊 对 我们认识 他到底喝了多少 他们找我喝到现在 你来得正好 正愁着怎么送他回家呢 我说你怎么喝那么多 来来来 我送你回家 你怎么干嘛 你说你怎么喝得那么多呀 我扶一下你 扶一下你 小心点啊 小心点 你喝了多少啊到底 没喝多 你看你这样 还说没喝多 怎么回事啊 小姨 我找你好久了 你跟哥回去好不好小姨 我不是小姨 我是大龙 你看你 喝成这个样子 怎么办呢 一家大小全靠你 喝那么多干嘛 喝多了会伤身体 大龙叔你听我说 你说 你说我海天 我海天最没用了 我从小就把我的弟弟妹妹们 给丢了 你说我现在 我长大了 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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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给找回来 他就是海一他不跟我回来 你说我 我真是没用啊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急不来的 你知不知道 你要缓一缓缓一缓 你不要全挂到自己身上好不好 我能不急吗 我兄弟姐妹都没取权 我能不急吗 这种事情急不来的 没有办法的 对不对 行了行了 要不要喝点水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用 我知道我没用 我对不起海风 我对不起海里 我对不起海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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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个人都对不起 不要再自责了 对不起 怎么喝了这么多啊 是啊 刚才我在路边他们看到他的 一扶进来就这个样子 对不起你们 大龙叔 谢谢你照顾我哥 没事 小时一桩 大龙叔 多亏了你啊 没事的 他只是喝多了 没什么大碍的 既然你们回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啊 别走啊 跟着找了一天了 在这吃点饭吧 不了 我回去的路上 随便买个盒饭 垫饭一下就行了 不走了 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好好照顾他啊 那谢谢你了 没事 大龙叔谢谢了 大哥也真是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 喝那么多 平时叫我少喝酒 自己又喝那么多 他呀 什么事都往自己肩上扛 为了找你们兄弟姐妹 把心都操碎了 因为没有兑现海奶奶的承诺 愧疚不已 大哥真想不开 想一不回来就不回来 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什么 你找到三姐了 你是不是找到三姐了 别吵到大哥休息 我们出去 你你先告诉我 你是不是找到他了 你先别吵了 你不是 你是不是找到他了 二哥你干嘛不让我问呢 三姐他干嘛不想回家 你大哥现在心情那么不好 你不要火上浇油了好不好 我知道 可三姐本来就爱慕虚荣 我们这个家 他根本就看不上 你三姐不是这种人 你不要这么说他了 他还不是这种人 当年在福利院的时候 你和四姐逼不得已离开了 虽然说过来找我 但是没有来 可我知道这件事 你们身不由己的 可三姐呢 三姐呢 一听到有人收养他 非养就走了 扔下我就不管 这还不是爱慕虚荣 海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你就别怪你三姐了 行 那我们就不说那些陈年旧事 那现在呢 我们海家哪个人对他不好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想把他找回来 他就不想回我们这个海家 我想他大概有自己的想法吧 他有什么想法 他不就是想过好日子吗 我们海家难道不好吗 不好吗 大哥有这么大的房子 外面还有那么大的超市 还有你二哥 还有那么有钱的你呀 他还嫌不满足啊 海威 李三姐 他对生活的想法 跟我们不一样 他想有自己的家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未来啊 那就可以抛向我们不管 现在 我们先安抚好大哥的情绪 比较重要 李三姐的事 以后再说吧 这么大笔钱 到底从哪儿来呢 难道你就打算 一直这样不吭声 远智啊 你究竟有什么事情 在瞒着我 这钱 是我妹标书得到的 你是什么 这资料是我卖给僵尸鸡的 怎么 怎么会是你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 你想想看 我迷归的工资有多少钱 要赚多久 才能够把贷款还完 这种省吃俭用的日子 我过不了 当初说要买车的是你 现在抱怨的又是你 省吃俭用有什么不好啊 起码挣回来的钱是干净的 日子过得踏实啊 就算是再缺钱也好 也不可以出卖公司这么缺德啊 我出卖公司 你知不知道 我对S级项目尽心尽力呢 结果呢 功劳全被李靖锋拿走 应该是公司出卖我吧 人家是因为你才引咎辞职的 而你呢 却拿着这笔钱去还了车贷 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啊 你知道我对S级项目 花了多少心思吗 董事会的时候 董事长当着所有人的面前 奖励李靖锋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他值得奖励吗 他不过是个败家子 他只是一个同仁的 你不可以这么说他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但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顾及我的感受 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件事 我承受了多少压力 多少委屈啊 我怎么会没想过你呢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你知不知道 当我知道你为了省钱 跟小商贩再讨价还价 当你看到想要买的衣服 为了省钱不敢买的时候 我有多难受 我真的不希望你继续过这样的日子 你知道吗 你以为 你拿这种肮脏的钱回来 我会好过吗 那你想干什么 我只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我不想看到我最爱的男人 为了变得有钱 不择手段 急功近利呀 你别傻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有钱人 一种是没有钱的人 这些钱我不拿 别人还是会拿走的 S级项目我付出那么多 我拿走我应该拿的 难道有错吗 是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我不能见识我的男朋友 做出这种无耻的勾当 你是不是想举报我 要想举报你 也等到明天再说 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因为我不想留在这屋子里 对着你呀 好 是 是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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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是 我想找一个人 找那个和我相依为命 努力拼搏的程远之 那个人不就在这里吗 没错 你是程远之 但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程远之了 你变了 程怡 你别傻了 人是会变的 可是你变得好可怕 我知道SG的事情让你很难接受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不管这世界怎么变 我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 是 可是你已经忘了 你曾经在这里跟我说过 你说不管日子再怎么苦 我们都应该堂堂正正 清清白白地做人 我记得 我还记得我还跟你说过 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也许我在你心里 只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但是我会这么做 不都是为了我们将来着想吗 可是我不应该 坚守自己的原则吗 我怎么会没有原则呢 我有原则的 我的原则就是你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都不会在意 我只在意 我能给你什么样的幸福 能让我抱抱你吗 你知道吗 每当我抱你了之后 我心里就特别的踏实 连则是我害了你 承鄞 你不要这么说 是因为 我很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不想再受穷 所以才逼你冒险做出 这样的事情来 是我害你变成这样的 我为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你变成这样的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只要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 能够清清白白地过日子 那就够了 如果你觉得我当你的男朋友 让你很丢脸 我可以去自首 我不想让你一辈子蒙羞 我更不想让你一辈子不快乐 我走了 你别走 你让我走吧 我出卖了公司 搬来就罪无应得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去自首 我不放手不放手 我不可以没有你 我不要你离开我 不要 不要 建国 都累了一天了 你还不休息啊 我再坐会儿吧 小枫也真是的 说走就走 这刚找到海家的人 就把老爸搁在一边 建国 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你想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啊 就是找人 接替小枫的位置啊 毕竟经理这位置 不能空得太久的 要不然公司的损失就很大 再说了 这公司上上下下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职位 就给别人留下口识吧 小枫虽然走了 但是我们公司的运作 还得照常进行下去啊 所以我想 不如我们先找个人 代替他的位置 如果他什么时候我想回来了 我再找个位置给他 好 这件事情我得考虑考虑 一时很难找到适合的人选 对吧 我想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已经有办法了 你有办法 什么办法 我已经跟人事部门打好了招呼 就让员工们竞争上岗 你说怎么样 你都安排好了 你还问我做什么 静国 先别生气 我这还不都是为了 为了公司着想 好吧 就照你说的做吧 就这样吧 我上楼去吧 我这都不是 我上楼去吧 好 可以 我上楼去吧 我先帮你 好 我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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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 一种 我上楼 这小楼 我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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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楼 我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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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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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盗鬼你醒了 好点了没 好多了 不好意思 让你们都担心了 米姨啊 海姨不回来 你也用不着喝这么多酒 对自己身体不好 行 我知道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没事 我不累 小凤都跟我说了 海姨不回来 跟你没有关系 你也不用责备自己啊 给她点时间 等她想通了 自然就会回来的 知道了 这样 小黎 你早点回去睡吧 没事 我不累 好了 我真的没事 你早点回去睡吧 好 那我先回去了 晚安 我不吃了 你们慢慢吃 你有完没完大哥 你能不能不要我三姐的是烦啊 她爱回就回 不爱回就不回嘛 不是小姨她不爱回来 她不回来肯定是有她的道理还有苦衷 你们应该理解她 她的确有她的苦衷 她的苦衷就是贤贫爱富 她根本不愿意回我们海家 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家里多她一个不多少 她一个不少 我们四个人一样可以打麻将嘛 海姨你说够了没有 我说错了吗 她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 别说了 你们慢慢吃吧 我出去走走 你去哪儿啊 我陪陪你吧 不用了 我把凯凯送去上学 海威 你明知道大哥心情不好 你就不会少说两句吗 我难道说错了吗 大哥成天为三姐的事情那么揪心 我是把丑话说在前面 长痛不如短痛 吃你的东西塞住你的嘴 来 怎么了 大哥他一整天都没有回来了 我很担心他 别想太多了 大哥只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他从晚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你去找找大哥 好好劝劝他 小丽 你别太担心了 大哥是为了小姨的事情 觉得心烦 你不要烦他 让他静一静吧 你们女孩子心情不好 可以跟几个好朋友聊聊天 就好点了 我们男孩子不一样 有的人要喝喝酒 有的人可能要靠运动来发泄 大哥呢 就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他自己想通了就没事了 海力 海力 大哥是老的 从小要承担的事情就比我们多 我们不要再给他加担子了 他要是看到我们这样愁眉苦脸的话 心情会更糟的 知道吗 你们大哥回来了吗 真是的 如果你们放心 没有什么事能打垮你们大哥 他就像高僧闭关一样 想着想着 就想明白了 这样 你们先看着超市 我出去一趟 回头见 拜拜 奶奶 我找到海姨了 但他不肯回来 对不起 我一猜就知道你在这儿 海大哥 你在这儿想想什么呢 大伙都在担心你 有什么好担心的 该面对的现实 早晚要面对 你是他们大哥 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他们看到你这样 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海姨啊 可能是一时无法适应 你给他一点时间 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 顺其自然 也许会有转机呢 海大哥 你别不说话 光让我一个人说 你倒是说句话呀 不过海姨她说得对 我根本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自己是不是有能力 让自己的弟弟妹妹 过上舒适的生活 就一厢情愿地 想把他们找回来 我真是太自私了 海大哥 你别这么说 就连凯凯都一样跟我受苦 你说别的父亲母亲 到了周末 都可以带他们去游乐场玩 而凯凯呢 只能每天在超市里面 看着我忙来忙去的 有时甚至连照顾她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真是太无能了 我是个没有能耐的大哥 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海大哥 在我心里 你是最好的 小丽 不用安慰我了 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海大哥 海大哥 你赶快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 在这儿待会儿 行 那我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回来了 小丽 我真的赔不上你 四姐 你别担心大哥了好不好 看你也跟丢了魂似的 搞得我也会心里着急的嘛 得让大哥振作起来 我知道得让大哥振作起来 但问题的本身在于三姐 他不肯回来 有什么办法 你把他帮我回来 我回来了 二哥 好 我去找三姐 别去了 浪费时间而已 我是他妹妹 没用的 我怕他的态度会让你很难受 大哥比我更难受 小丽 你想想 小姨现在好不容易熬出头 她有自己的人生跟自己的目标 我们一下出现在她面前 她很难接受的嘛 而且 像她现在这样 我们接二连三的去找她 给她更大的压力 反而适得其反 她一时难以接受 我看她就是嫌贫爱富 狗都不嫌家穷啊 她什么态度 海威 她是你姐 你说话好听点 我说错了吗 她小时候没有本事 跟着我们海家蹭吃蹭喝的 现在有钱了 恨不得跟你跟我 跟我们所有人都断绝关系 生怕我们会连累她 你越说越过分了 三姐吃了很多苦 四姐 我们五个人谁没吃过苦啊 你比她吃苦吃得少吗 她有什么理由抱怨 你们原谅她原谅的够多了 反正我就是不爽她 谁叫她小的时候 把我一个人扔在福利院里 我就是恨她 她不是嫌弃你 不是嫌弃那是什么 海威 你姐就是那个脾气 我想你大概不记得了 小时候她对你挺好的 好 怎么好啊 她喂你饭吃逗你玩 我不记得了 而且海奶奶生日的时候 她还把自己最心爱的 那个书包给卖了 送寿套给她吃 她也能办出这样的人事是吧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是一家人 那她也不用这么贤贫爱妇吧 她只是想过好一点的日子吧 而且海姨从小就没有安全感 我们给她安全感 我们要有信心 总有一天海姨一定会回到我们家的 可是大哥没有信心 放心吧 我们想办法让大哥有信心 那你有办法了 再想啊 那不就是你没有 你不会想一想啊 老不动脑筋小心退化 退化 那我退化会不会变成 欣欣你也会啊 开开开开开 爸爸怎么说 爸爸说她现在不饿 让我们先吃不用等她了 哎呀你爸也真是的 没办法了别等了吧 开动 好 江丽姐 你没事吧 江丽姐 你没事吧 江丽姐 你们先吃吧 你不饿 你铁打的吗 你不饿 没胃口 海大哥 你能不能别这么折磨自己 海姨不回家 是不是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他们看到你这样 心里肯定特别的痛苦 生活还得继续下去的 你知道吗 不是那你就告诉他们 该吃饭吃饭 该工作工作不用管我 怎么可能不管你呢 开开进来看到你无精打采那样 她以为是自己做错了呢 你说你 开开都这样了 我们怎么可能不管你呢 那我这个做大哥的就命令她们 不用为我担心行了吧 那我现在就命令你 给我打起精神来 小丽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我根本不值得你为我好 你说什么 你说我这个人吧 一身毛病 样样不如别人 又让你操心 又惹你生气 你条件这么好 你有必要把所有的时间 都浪费在我身上了 你完全可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生活 海大哥 我累了 你去吃饭吧 我躺一躺 好 臭海天 臭海天 敢惹本小姐生气 以后不管你有什么事 我都再懒得管你 江阿姨 你在生爸爸的气吗 凯凯我没事 来 江阿姨 这几天爸爸有点不高兴 你不要怪他 他不懂得体贴你 也不懂向你表白 其实爸爸是个百分之百的大好人 对 你爸爸是个大好人 你爸爸人又真诚又善良 又顾忌别人的感受 但是你爸爸对阿姨啊 总是不冷不热的 还没有呢 爸爸一直都很关心江阿姨的 你这小鬼头 又说瞎话 你笑什么呀 没有啊 江阿姨 你和爸爸之间的事吗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 我才知道 爸爸有一件事 是天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 就是爸爸非常非常的喜欢江阿姨 小凯凯 我跟你说啊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的话 你爸爸一会儿收拾他 我可不管 江姨晚安 晚安 你真的非常喜欢我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 二哥 你干嘛把超市的账本拿回来 看一下我们超市的营业额 你会看吗 其实 你别看我忙来忙去的 我们业绩不太好 这几个月了不起打拼而已 不会吧 你说我们货有齐 价格又低 服务又好 这问题出在哪儿 应该是 竞争对手太强 你说对接的超市 对啊 就是那个死胖子 他们的店啊 开得比我们早 老顾客特别的多 我们开得再好 他们都懒得过来 而且啊 他们还搞什么促销活动 送这个送那个 其实就是想赶尽杀绝我们 促销 那我们也搞呗 我们怎么搞啊 大哥啊 大哥说要我们安分守己 不要利用那些 什么顾客 贪小便宜的心理啊 这又不是不安分守己 这叫营销策略 他能明白吗 他能明白我们就好了 怎么了二哥 干嘛问这个 你没发现最近大哥 情绪很低落吗 而且海怡最近也不会回来的 我就想搞些事让他忙一忙 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 让他振作起来 超市如果多一些新业务的话 整个忙碌起来 他就不会老是想东想西了嘛 再说了我们赚了钱 他不是更高兴吗 对啊 说不定我们超市活起来 什么大老板 二老板 三老板都出来了 那个海怡哭着求着喊着 要回来认亲 是吧 怎么做 怎么做啊 你让我再想想 内部竞争上岗 是不是真的 这么解释 当然是真的 我们人事部都收到通知了 那想要参加竞争的话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怎么了 你也想参加 怎么了 不行了 怎么说我也是公司优秀员工啊 优秀员工 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到底啊 现在是要补选 经营管理经理的空位 这可不是靠熬年资 就能当上的 那你说怎么样才可以啊 远志来了 问他好了 对啊对对 看人家远志 有能力有财力有学历 还参加了公司 好几个大型策划呢 喂 我们正在讨论 谁有资格去参加 内部竞争上岗 大家都很看好你啊 如果远志去呢 我绝对不反对 但是你呢 说我不能去 那我可不服气啊 远志 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啊 我们打个伴 试试看 你说竞争经理职务啊 对啊 哎呀不行了 我刚来公司没多久 我哪有这个经验呢 你自己去 我不去我不去 看什么 有的人来公司很久了 经验一样少得可怜 哎 臭呀臭 信不信我打你啊 敢拿我开帅 打呀打呀打呀 我真的打呀 谢谢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个人 成尹啊 你听说没有 公司正准备找人 顶替李静风的 那个经理位置 听说了 说真的 我还真想去试试看 远之 你能不能脚踏实地 踏实一点做人 你在说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再说 我也是希望 你能够过得好 我才有这种想法 你只要做好 自己的手头工作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 经营管理部经理这位置 有多少人惦记着 论资理论辈分 你是新人 是没机会的 你又何必要去凑这个 没有结果的热闹呢 与其冒险去参加内部竞争 不如稳扎稳打好啊 一向你 好 他与其他人 租赛 我建议 香港 建议 我建议 先你好 我建议 你拥挥 我建议 艾哥是我 小瑞找我有事啊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挺想你的呗 好几天不见了 你过得怎么样啊 我过得挺好的 你呢 凑合吧 你走了以后 所有的工作都交给我来做 忙死了 老爸老妈他们弄了一个 叫做经理上岗竞争 来代替你的职位呢 哥 你真的不回来了 我在海家过得挺好 不用担心 你该不会去了海家以后 就不回来了吧 吓想什么呢你 哥怎么舍得忘了你呢 这样吧 今天晚上哥请你吃饭 有没有空 你请哦 老规矩 你挑地方我付钱 行 我想好地方给你发短信 好吧 那好 拜拜 干什么啊 这么大事 你要吓死我 存心吓你的嘛 吓吓 小声一点 晚上我约了一个重要人物吃饭 你跟我一起去 重要人物 谁啊 你问那么多干吗 到时候不就知道了 哦 我知道了 那一会儿我找你啊 陈姨啊 怎么了 对不起啊 刚刚公司通知我 说我上次的文件有问题 所以他们要我今天留下来加班 那 不如这样 我去买点吃的 等一下你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啊 所以 所以你不回去了 不回了 回去也没别的事情 今天陪你一起加班 不用了 你工作那么辛苦 你 你就别陪我了 你赶紧回家休息 我自己加班就行了 怎么了 怕我在这里影响你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你不是也知道 最近公司很多人 都对我闲言闲语的 他们都说 我都是靠特殊关系 才能够到公司上班的 都说我没实力 可是你是知道的 我是有实力的 所以我现在 很想证明 我自己是有能力的 今天公司加班 你就让我专心工作吧 不然我跟你保障 等我工作完 我一定马上回去陪你 那好吧 但你要答应我 一做完就马上回家啊 我知道了 那我先去做事了 你为什么要带我 去跟你哥一起吃饭 我的心意你还不懂吗 我是觉得 我们就像一部电影 好像一盒巧克力 每次的口味都不一样 你给我带来的是一种 全新的感觉 既奇特又惊喜 我喜欢这种感觉 也喜欢和你在一起 所以 我今天把你介绍给我哥哥 以男朋友的名义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是听不懂吗 还是在装呢 陈远志 我说这番话 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至少说句话吧 你是不喜欢我 是我自作多情 是这样吗 不是这个样子 我对你是有感觉的 而且我喜欢你 只是我自己觉得 我配不上你 你是董事长的掌上明珠 而我呢 我什么都不是 无论是家庭背景 还是工作地位 我都跟你相差十万八千里 如果我接受了你这份感情 不就是让你受委屈吗 你觉得我是在乎 钱和地位的人吗 这些东西我都有 什么也不缺 可我想要的 只有一样 那就是你 可是 要你跟我在一起 很委屈你吗 你不喜欢我 你说句话 我可以一个人去吃饭的 你就当我刚才的话 没有说过吧 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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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你说 我爱你 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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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职位 我爱你 问你 我爱你 立东你放心好了 我做完了会交给刘先生的 你给我开门 我亲一下吧 好 走 走 诚意啊 对不起啊 刚刚公司通知我 说我上次的文件有问题 所以他们要我留下来加班 那 不是这样 我去买点吃的 等一下你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啊 所以你不回去了 不回了 回去也没别的事情 今天陪你一起加班 不用了 你工作那么辛苦 你就别陪我了 你赶紧回家休息 我自己加班就行了 怎么了 怕我在这里影响你 哎呦 不是这个意思啦 你不是也知道 最近公司很多人 都对我闲言闲语的 他们都说 我是靠特殊关系 才能够到公司上班的 都说我没实力 所以我现在 很想证明我自己 是有能力的 今天公司加班 你就让我专心工作吧 不然我跟你保证 等我工作完 我已经马上回去安逸 我已经马上回去安逸 你 你在哪儿 我刚下班 你呢 吃饭了吗 你在哪儿啊 我刚不是说了吗 我刚从公司下班 我现在要回去了 如果你还没吃的话 我带东西回去 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不必了 喂 喂 快来 Walfeld 肢 小便 小便 20 小便 我带好吃的鲁锅回来了 张姨 去吧 奇怪 坏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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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自己跑到这儿来了 假扮 和谁假扮 李宗盛吗 你干吗老是提到他呀 你坦白告诉我 你是不是跟他在交往 你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一点 我想象力丰富 那刚才你在他家门口 我看到他在你车上 你们两个在热吻 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吗 你 你都看见了 我看到你们两个就想吐啊 没错 我晚上是跟他在一起 承宁 你 别用你肮脏的手来碰我 你 你听我解释啊 我们之间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跟他 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 是他主动粘上我的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 你还想骗我 你听我解释 我 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但是没办法 为了工作 为了生活 我只能这样做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你一点都不爱他 我不爱他 我爱的是你 以前是 现在也是 未来也还会是 干嘛关键 是不是怕李静睿打来 为他知道你和我在一起 没错 我的确是很害怕 那你不用管我了 你去管他好了 承宁 你听我说啊 李静睿是董事长的女儿 如果她不是董事长的女儿 我根本不会搭理她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她现在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们辛苦了那么久 不都是白费了吗 你甘心吗 我告诉你 我不甘心 我绝对不会甘心的 你可以为了你的理想 为了你的事业不甘心 你有没有想过我 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 我也不甘心啊 要跟另外一个女人分享你 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程远之 承宜 你听我解释 程远 这是怎么了 跟谁啊 没谁 没谁 那赶快摔电话 妈 如果一个电话总打不通 那那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给哪个男孩子打电话 他没接电话 那有可能呢 是手机不在身边 不是那样的 我给他打通了 然后他挂断了 接着又关机了 怎么现在的人鬼鬼祟祟的 这么麻烦呢 你啊 就是追你的人太多了 这谈恋爱都不想花心思 那本来就是嘛 女孩子应该被人追的呀 那主动追又怎么样啊 我当年可就是主动追你爸的 老妈 你主动追老爸 你倒追 哎呀 倒追怎么了 倒追 不觉得丢人呢 那有什么丢人呢 你不追 那幸福自己会来吗 再说了 你只要认准了这个人 就要努力地去争取 面子算什么呀 面子能换了幸福吗 那他要是有别人怎么办 别人 那一样可以去追啊 那我岂不成了第三者 第三者 那如果第三者处处都更好一些 那老婆也不是不可以换掉的吧 老妈 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们才刚开始交往 好吧 老妈说的话呢 确实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的 这就对了 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教的这个男朋友是谁啊 什么时候带来给我看看呢 我们不是刚开始交往吗 时机还未成熟 不过呢 一旦时机成熟 我必须再给老妈看看 让老妈把把关 小瑞啊 我先去打电话了啊 赶紧找他 找他算账 咱们待会儿再聊 不许再摔手机了 嗯 我得要累死了 你不是在跟小瑞聊天吗 聊完了 就是跟小瑞聊天啊 所以才累嘛 累心 小瑞怎么了 你没觉得他最近一致神神秘秘的 还整天不招家吗 是吗 我记得他从小就是这样子吧 有你怎么当爸爸说女儿的吗 小瑞 恋爱了 什么 小瑞谈恋爱 嗯 谁这么一高人胆大 敢让我们小瑞谈恋爱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想这女儿嫁不出去 不 我高兴还玩不及 对方是谁啊 不知道 不知道 小瑞不肯告诉我 这该不是小瑞又随便找个人 来消遣吧 嗯 我看不打货 喂 他这次啊 好像挺上心的 那对方不接电话 他急得跟什么似的 这人倒是挺有本事的 能让小瑞这个样子 你 你这干吗呀 心在乐祸呀 没有 没没没 小瑞可发愁了 一会儿想 人家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哎呀那个 对方是不是有女朋友 一个劲地问我 该怎么办才好 别别别 有女朋友算了 不行 不行 那有什么不行的 那幸福不是追来的吗 你忘了 我们俩的幸福 不就是我追来的吗 嗯 我跟小瑞说了 只要是他觉得那个男的是他想要的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放心大胆地去追就好了 你说是不是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月的市场营销部工作总结报告 还没交上来呢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了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了 我今天问程秘书药 他跟我说没有 来 明天你跟小瑞说着 叫他抓紧点 建国啊 事情总是要一件一件地做吧 那小瑞还不是为了忙那个经营管理部的工作吗 才把自己部门的事情给耽误了 对吧 自从小枫辞职不干以后 小瑞一个人要关两个部门的事情 你这当父亲的 就一点都不体谅他 真的想累死他 还有 我已经跟人事部门说了 关于员工内部竞争上岗的事 我在等你的信呢 我打电话给小枫吧 建国啊 人各有志 我觉得 小枫要是不愿意留在李氏 还是不要勉强他吧 还有啊 这个内部竞争上岗的事情 真的不能再拖了 好吧 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来 建国 你怎么了 我的胃好疼啊 那疼得厉害吗 去医院好吗 没关系 没关系 可 可能最近工作比较紧张 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那 麻烦你帮我倒杯温开始 好好好 你先躺一下啊 好 好 好 喝水 喝水 别碰我 我不管你跟他在一起是什么目的 是因为他能够帮你飞黄腾达 升官升职 还是像你说的那样 一切都是他主动的 总之你不能跟他再纠缠下去 承宜 你别说了 一个男人是不应该利用女人的感情的 虽然我是不喜欢李敬锐 但我同样不能认同你这种做法 也许男人与女人不同 男人可以把事业和感情分得很清楚 但是女人不行 如果一个女人更单独与你约会 愿意你坐在同一辆车里 跟你做那些亲密的举动 那只能说明他对你有好感 你别再对我说 你跟他没什么 你一定要和他说清楚 否则等到他爱上你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太迟了 好 我答应你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我会告诉他 我跟他不合适 叫他不要再纠缠我了 对不起啊 承宜 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才会想当什么经理 而忽略了你的感受 对不起啊 承宜 别碰我 从今天开始 你睡沙发 直到你和他撇清关系为止 这种事情不是一时半会会 我不管 你不跟他撇清关系就休想回房睡 你想起你们刚才的样子 我就想吐啊 承宜 凯开 我把苹果给你放包里了啊 休息的时候记得吃 快 走 来不及了 来 快点 快点 开开 爸爸今天送你吧 爸爸你为什么不和家阿姨一起送凯开 怎么了 爸爸一个人送你不行啊 一直都是我送凯开的 不用 你先回超市吧 我这个当爸爸他也好久没有送凯开了 跟家阿姨说再见 家阿姨再见 海大哥一直都是我送凯开的 你干嘛今天亲自送啊 你不去超市了 超市不是有海风吗 爸爸这两天我有点累 想休息两天 这两天我送凯开的 走了 江阿姨再见 爸爸你等会我都走不动啊 好 凯开对不起 爸爸走神了 爸爸 你为什么不让江阿姨来送我呢 爸爸这两天休息可以亲自送你啊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休息 让江阿姨来送我呢 因为你爸爸不想再耽误江阿姨的时间嘛 江阿姨已经是大人了 他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啊 江阿姨有什么事比我还重要呢 开开 你看江阿姨已经为咱们家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了 咱不能一直要求他为我们做那么多吧 是江阿姨自己愿意送我的 你不让他送我 他还不高兴呢 行了 你就别老问这问那的了 再问就迟到了 你走了 李经理 谁让你来的 怎么了 一大清早的 谁又惹你生气了 现在知道来找我了 那昨天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昨天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啊 打电话你都不接 对不起啊 昨天晚上我手机掉了 我在车里办公室还有家里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 像你这么笨的人啊 永远都不会找着的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手机关机 会不会是被偷了 有可能 我还以为你是不想接电话 不想理我呢 怎么可能 李经理打电话给我 我怎么可能不接呢 算了 丢了就算了 就当是花钱消灾吧 不就台破手机吗 送你台新的 谢谢 给你 这不是你要的吗 不用了 程大助理 我又不是什么经理 你留些力气 向他献引擎 承宜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承宜 我来了 二哥 怎么样 今天忙什么 叫小丽一起 咱们三个开个会吧 开会 打麻将三缺一啊 叫你去叫开会就开会 那么啰嗦干嘛 凶什么凶啊 去就去 粉便宜啊 这是我心想的促销点子 要不要听我说 好啊 大龙叔 你也来听听吧 不用了 我干着活停 一样的 哦 二哥 粉促销怎么说啊 快跟我们讲一讲 我计算了一下这几个月 我们店里的销售量 那卖得比较好的是零食啊 饮料这些 但是我们的面粉 奶粉洗衣粉的销售量 非常的差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一般顾客 要买面粉跟洗衣粉 他们都会去大超市买 很少有人会到我们小超市来买 至于奶粉呢 现在的家长为了保证质量 他们都会去一些 有信用的大商场啊 百货公司买 根本不会到我们这儿买 所以我们这三样货品是滞销的 哦 所以要降价卖掉这三个粉 对 但是顾客呢 必须消费额达到一定的量 我们才能让他们低价购买 但是门槛啊 我打算订得低一点 因为这样才可以吸引 多一点的人来嘛 那你是说 多加两宝这个就可以啊 对啊 这样子呢 我们热销的商品也卖出去了 积压的货品也卖出去了 营业额肯定会提高 你们觉得怎么样 二哥 你太给力了 不过我们光闷在家里 粉便宜是不行的 我们得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粉便宜 所以我打算呢 我们在门口那边摆个摊 招揽顾客 你们觉得怎么样 没问题啊 你要我怎么粉出销都可以 让我站在门口大喊一嗓子 把对面那个店的客人 全部喊过来 气死那老板 好啊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准备工作 我们把仓库里面的面粉 洗衣粉 还有奶粉的数量点一下 可以啊 这个我跟四姐负责就行了 我说小枫啊 你看 我能做点什么 不用了吧 他们两个就行了 小枫 我看你们说话挺热闹的 你就让我参与参与嘛 这又不是凑热闹 你没事的话就闲着嘛 你看我这张嘴啊 我的意思是说呢 我也想为咱们超市 多贡献一份力量啊 要不 小枫啊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改过吧 咱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想为咱们超市多做点事 行吗 那好吧 谢谢小枫 那我跟他们一起去 仓库点货了 走 走 一块去 江丽姐 今天送凯凯怎么送那么快啊 你大哥去送的 不让我送 每天不都是你送吗 今天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凯大哥 他最近总是怪怪的 他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 但对我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今天早上 他死活都不让我送凯凯上学 说什么怕耽误我的时间 小枫 你也知道 一直都是我送凯凯上学的 他干嘛剥夺我的乐趣和权利啊 唉 你也知道大哥这个人 有什么事都往心里放 谁知道他想什么呀 你就理解理解他吧 这个我能理解 但我实在是读不懂他的 嗯 读不懂他什么 他的感情世界 哎 江丽姐 今天送凯凯怎送那么快啊 哎 你大哥去送的 不让我送 哦 嗯 每天不都是你送吗 今天怎么回事啊 哎 我也不知道啊 哎 凯大哥他最近总是怪怪的 他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 对我的态度他也有所改变了 今天早上 他死活都不让我送凯凯上学 说什么怕耽误我的时间 小枫 你也知道 一直都是我送凯凯上学的 他干嘛剥夺我的乐趣和权利 你也知道大哥这个人 有什么事都往心里放 谁知道他想什么 你就理解理解他吧 这个我能理解 但我实在是读不懂他的 读不懂他什么 他的感情世界 全世界的女人都能读懂 就你一个人不行 他不就是不想耽误你呗 你说两个人在一起 谁耽误谁啊 那江丽姐我问你 你想过什么样的男人 才配得上你 没想过 感觉吧 我同意 可是大哥不是这么想的吧 我大哥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条件要比他好上一万倍的男人 然后厮守一生 所以就有些自卑了 大哥已经开始逃避你对他的好 所以才会你进一步 他退三步的 他进一步退三步 那我就追他十步 我看他往哪儿跑 你 小枫 你不会说出去吧 江丽姐 你刚才跟我说的什么 我都忘了 完了 就这些 怎么了 只有八香 我说怎么这么快就搬完了 就这么一点货 两天不到就卖完了 还促销什么 又不 找海天问问 不行 我们现在就是在帮大哥度过这个低潮期啊 如果现在跟大哥说 那不是让他烦上家烦 要不 我去问一下二哥 反正他有的是钱 他刚辞职 不要让他管家里要钱 四姐 工作归工作 亲情归亲情 就算二哥什么都不做 他家里一样会给他钱花的 不过海威啊 还是听你四姐的吧 我们还是不要为难你二哥了 再想想其他办法 那 那问江丽姐吧 反正他也有钱 怎么了 四姐 江丽姐他也是这个超市的大股东啊 他家里反正有钱没地方花 也不在乎这点钱 为什么 干嘛不能问江丽姐啊 你 我也不知道 四姐 你发什么脾气啊 四姐 李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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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董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别管我 药在那杯柜子里 哦 我去倒杯水给你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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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李董 胃疼 没事的 李董啊 其实你应该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的 啊 光吃止疼药 治标不治本的 啊 啊 那就这样吧 你帮我找个时间 我马上去办 等等 诚意 今天的事情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还有 我先先用 不见任何人 我知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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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的 李经理 这个东西 我 别呃呃呃呃的了 不就一台手机嘛 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快收下吧 不行 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李经理 谢谢你啊 谢我干嘛 我是有阴谋的 阴谋 这台手机的功能性超强 你用了这台手机以后 便没有借口说 收不到我的电话了 你看 要二十四小时 全天候 被我候命的啦 什么事儿 李经理 麻烦你把中文件钱了 你没看我去忙吗 等会儿再说吧 是董事长急着要的 你呢 填完了 还有事儿吗 什么人哪 摆什么臭脸啊 算了 没事了 你说有这样的秘书吗 你听个老爸说 把他开了 李经理 以后我们在公司里 不要这么亲密行不行 影响不好的 影响不好 我倒是要看看 在这间公司里面 谁能影响我 咱俩试试这新的手机 好不好用吧 来吧 好啦 承鄭 承鄭 你听我解释吗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那个样子的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人家连最新款的手机 都买给你了 我只是告诉她 我的手机掉了 没想到她买了 这新的手机送给我 我不想要她印给我的 我有什么办法 你不用解释了 还是回去哄你的大小姐开心吧 她是董事长的女儿 我是什么人 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 一没权 二没钱 你想清楚 我这里没有你想要的 请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知道你很生气 可是我有我的苦衷 我一直想把我和她的关系 给理清楚 可是我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吗 不是没有机会 而是你不想找机会 承鄭 请你相信我 我会找时间 把我跟她的关系理清楚的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 那好 你先跟她讲清楚之后 再回来找我 诚意 爸 我有道题不会做 爸爸在忙 你先自己做啊 乖 你要去哪儿 我去找姜阿姨 过来过来过来 爸给你算一下 爸爸 你不是还在忙吗 我还是去找姜阿姨好了 爸忙完了 你告诉爸是哪道题 这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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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题啊 这是数学题啊 爸爸 你连什么题都不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是数学题了 不过数学题好像有点复杂 爸爸 我还是去问姜阿姨好了 别别别别 你姜阿姨还有事 你别麻烦她 爸爸 你以前不是说 有什么不懂的题 就找姜阿姨吗 以前这些题 都是姜阿姨教我的 姜阿姨她不会嫌我犯的 爸爸说不准就是不准啊 你也是 你平常课堂上专心点 用心听老师讲课 你这就不至于 连这道题都做不出来了吧 我很专心的 总之你不要麻烦姜阿姨了 以后考试 你还想让姜阿姨替你考卷 行了自己拿回去慢慢做 这个海大哥 又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 姜阿姨 不能跟你说谎话吗 当然可以啊 来 卡卡进来 坐下 你跟阿姨说说你有什么事 爸爸不让我来打扰你 连问作业都不行 你爸爸真这么说 姜阿姨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 所以你不喜欢我了 怎么会呢 我们的卡卡这么可爱 阿姨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爸爸最近好奇怪 今天早晨上学的时候 还跟我说了 说了好几遍 不要再来找姜阿姨了 凯开啊 以后阿姨不管有多忙 都不会忘了我们的心肝宝贝 凯开的 以后不管你是问作业也好 找我玩也好 找我聊天也好 你都尽管来找阿姨 不用经过爸爸同意 知道吗 凯开最喜欢叫阿姨了 阿姨也最疼凯开啦 来 去吧 小黎阿姨 海大哥 你现在忙不忙 我想找你聊会天 我这不正忙着嘛 哎呦 我正准备把凯开的书包去洗一下 太脏了 书包洗起来多麻烦 我明天去买个新的就好了 别别别别别别 别买什么书包了 你以后别再为这个家买什么东西了 为什么我不能买 海大哥 我总觉得 你最近对我的态度怪怪的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你有什么心事 你可以告诉我 你也是知道的 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小黎 姐姐我想你搞错了吧 其实我不需要你站在我身边为我分担什么 其实我们两个人 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八杆子打不到一起 没必要死缠烂打 又成天打交道的 我知道 你在我们海家待着 是因为上次你开车撞了我 你为了补偿我 可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而且你为我们海家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们两个算是扯平了 我承认你是个好女孩 所以我不希望你在我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之前耽误你的青春 我补偿不了你 所以我不想再耽误你更多 最好的办法就是 就是你回到你以前的生活当中去好了 不要再为了这个海奸浪费你的青春了 浪费你的时间了 好 好 我明白 谢谢你这么坦诚地告诉我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在这个家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你并没有浪费我的时间 是我浪费了你的时间才对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耽误你的时间了 陈远之 你是不是把我说过的话全部都忘记了 你今天是不是故意和她做戏来气我 整整一天了 怎么不见你和她说清楚啊 我记得这件事 你到底打算 什么时候说 还是你根本就 没想和他说 我会跟他说的 但不是现在 现在公司内部竞争 已经白热化 如果现在去说 这些事情 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我们之前那么努力 现在就会看到成果了 就差那么一步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些什么 你不觉得很恶心吗 经营管理部经理的位置 对你来说 就真的这么重要吗 重要到你可以出卖尊严 欺骗别人 伤害一个这么爱你的人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会变得 这么虚荣势力 卑鄙无耻 你别用这些话来吓唬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他们表面上 看起来很风光 但实际上 都比我们更卑鄙 更无耻 人家怎么样与我无关 因为他们不是我的男朋友 但你是 就因为我是你的男朋友 所以我才更努力地 去巴结别人 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要靠点关系 才可以往上爬 才会有好日子过 如果只靠我们这种努力工作 会有好日子过吗 你别傻了 你以为这是童话书吗 童话书里是说 好人会有好报 但事实是残酷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一次 我得靠李静锐的关系 我绝对不能放弃 我不是要阻止你往上爬 我也想过好日子 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 我的男朋友 要和别的女人分享 如果说想过好日子 要付出的代价 是要我放弃 我所爱的人 我宁可一辈子受穷 你知不知道 如果没有你的话 就算我得到了全世界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意义啊 如果你真的不方便跟他说呢 我帮你去说 你想要升职 不是只有李静锐才能帮你 你一样可以靠自己 不是吗 不管你选得上选不上 至少都是清清白白 问心无愧 好 我明天就去公司和他说清楚 好啊 那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告诉他 我们以前是骗他的 你自己想想看 李静锐 他会受这样的委屈吗 如果他知道了 他肯定会告诉他的爸爸妈妈 我们两个要怎么在 李氏地产待下去 我倒是无所谓 我刚来公司没多久 我只是个小职员 但你不一样 你好不容易才爬到董事长秘书的位置 承宜 如果你爱我 你就相信我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各位同事 大家先停一下 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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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司高层多次商讨后决定 对玄空的经营管理经理一职 进行公司内部竞争上岗 也就是说 从即日起 公司所有员工只要自信 有能力胜任该职务 就可以向公司的人事部 递交申请和简历 公司将全面考察候选人 择优上岗 由异象者 请于本月三十号以前 递交个人申请和简历到人事部 好了 大家可以继续工作了 果然是真的 真的内部竞争上岗了 终于等到了 你每个什么劲啊 公司人那么多 大家都去抢一个位子 你觉得你自己有戏吗 我没戏 那你说谁有戏啊 当然是想定主任了 好的 就这样定吧 怎么了 什么事 妈 我听说 哥的那个职位 我们正在弄内部竞争 是啊 你不是一直说压力大 准备找个人帮你分担吗 再说内部位置一直空着 省得夜长梦多吗 夜长梦多 不说这个了 让公司内部竞争上岗 省时省力 还可以激发老员工的 一些事情 妈 这些好处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我现在只关心的是 竞争这个职位 需要什么条件 你有要推荐的人吗 谁啊 我是觉得 反正这个职位上的人 都是为了帮助我的嘛 所以这样 我还不如自己推荐一个呢 你究竟知不知道 这个位置有多么重要啊 要坐上这个位置 首先呢 工作能力要突出 其次经验也得特别丰富 最重要的呢 是人品要可靠 你放心好了 我推荐的人肯定不会错的 你女儿我的眼光 很准的 嗯 这么说 你心里有合适的人选了 谁啊 谁呢 我要是告诉你 是不是可以让他做了 当然不行 就算是你推荐的人 那也要按照公司的规矩 和其他的候选人一样 接受甄选 要不然怎么叫公平竞争呢 这么麻烦 那我就不告诉你是谁了 反正我推荐的人呢 他肯定是很优秀的 您呢 就等着我的推荐书吧 李经理 你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你 公司经营经理这个职位 你想做吗 李经理 我才刚来公司没多久 我根本就没有资格 奢求经理这个位置吧 你别跟我说什么奢求不奢求的 我只是问你想做不想做 你要不想做 我还懒得为你操心呢 怎么会不想的 只是现在 这个位置已经不是经理这么简单了 它还代表着 我能够安安稳稳 踏踏实实地待在你的身边 你跟我在一起很难受吗 不是难受 和你在一起 我特别开心 如果真的要说难受的话 那也只是我的问题 我现在只是公司的员工 而你呢 你是公司的经理 还是董事长的掌上明珠 没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我知道我们两个选手很大 我根本配不上你 所以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公司内部 在竞争经理职位的时候 我是特别的兴奋 我知道公司的人才很多 以我的资历跟状况 现在要当上经理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再说这些了 你我还不了解吗 这个事我会替你操心的 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 只要你想做到 一定会成功的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回去等消息吧 江丽姐 江丽姐 你不舒服啊 没有 那你跟大哥吵架了 没有 真的没有 要吵架就好了 他根本都不搭理我 奇怪 那是怎么回事啊 你大哥对我态度越来越怪 对我冷淡不说 连凯凯要问我家庭作业 他都不让 我现在真的成你们家外人了 江丽姐 你体谅一下大哥吧 他这两天情绪本来就不好 对什么事都不闻不问的 他对我跟你们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啊 我昨天去找过他 他跟我说 说什么 让我选择自己的生活 不要浪费时间 小凤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我们之间是有些距离 但不是一直相处得挺好的吗 我又没介意过他的出身 他干嘛自己介意起来啊 真是讨厌死了 江丽姐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哥就是这样的人 他老是什么事都往自己肩上扛 而且还有一点自卑 这次小姨的事情 她一定觉得 全都是她自己的责任 她觉得是因为 她没有办法给弟妹 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小姨才不回来 我还以为她烦我呢 怎么会呢 她平时多关心你啊 最近是非常时期 她比较敏感一点 你就不要比她更敏感了 对啊 我觉得啊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大哥重拾信心 那我们该怎么做 最近海卫他们商量 想用一些旧的库存货 做一些促销活动 这样可以处理旧货 超市的生意又可以好起来 最重要的是 可以让大哥重新找回自信心 那我能够帮什么忙 当然啦 你是股东怎么少得了你啊 不过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让大哥也一起忙活起来 好 那我就以超市股东的身份 逼他出身 那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嗯 喂 吉米亚 我进封 没什么事 想找你帮点忙 我想借点钱 三五万就够了 我 我没开玩笑 是这样的 我已经不住家里了 我也不跟我爸拿钱了 我现在真的是有急用 没事 我大概一两个月就可以还给你了 这样啊 那你能帮我问问别人吗 好吧 拜拜 这帮虎鹏狗友 吃喝玩乐的时候都开心得很 借钱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 找小瑞吧 找小瑞一定没问题 我从今天开始 不会再花你们李嘉一分钱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想不到我李静峰 也有为了几万块烦恼的一天 嗯 嗯 怎么了 二哥 我看你很着急的打电话 发生什么事了 哦 没什么 有些朋友好久没联络了 打个电话跟他们聊聊天 啊 啊 江阿姨 算数题好难的 学都学不会 嗯 阿姨不是跟你说过吗 遇到再难的事啊 也要努力的去 要努力去克服 完全正确 凯凯啊 你是最乖的孩子 没有人比你更乖了 不像某些人啊 只会逃避现实 根本不敢面对 嘿嘿 我知道了 嘉一 你说的是爸爸 因为他这两天老是赖在家里 他都不上班 你爸不上班 在家干嘛呀 逃避现实 哎 看看你知道吗 这两天你没去超市 叔叔姑姑们干的可是热火朝天的 不像你老爸 不问不问躲在家里 你说过不过分 嗯 爸爸你太过分了 光逃避不现实 嗯 你个臭小子 连爸爸你也敢批评 哎 你这是干嘛呀 明明自己不好 那孩子撒什么气 我有什么错呀 你说呢 不是 小黎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的 你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 你让孩子在中间传什么话 我跟你说你肯听吗 那你帮我把凯凯送回家吧 哎 你又上哪儿去啊 回超市啊 来 开开 走 慢走啊 谢谢二哥 大哥 喂 户不要一箱一箱的办 闪了邀可不是开玩笑的 没事 踩了一天三轮车搬了一天货了 真要闪到了 更好 太累了 该休息了 我担呢 在这呢 怎么了 怕我送错货呀 我怕我们海家五大少爷伤着 你赶紧进去休息吧 哥帮你送货 好 小心点啊大哥 太棒了 四姐 你不是去送货的吗 怎么有偷懒呢 我没有偷懒啊 不用送货了 有人替我送货 谁替你送货 谁替你送货啊 就是海大哥 大哥替你送货了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我们的好大哥 终于恢复了朝气 我们的计划 没有白费 总算我没有白忙 开展促销 让大哥高兴 对啊 我都给忘了 小丽 我知道是时候搞促销了 但是我们还有点问题 资金不够啊 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在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我有办法 我去找小琪 她倒是认识一些导货的 货都一样 但是价格呢 比大厂价格好 还要便宜 质量不好 我们不要 放心吧 质量一样的 那问题是 为什么会比较便宜呢 是来路不明是吧 二哥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总之 货是一样的 至于是哪里来的 你就当是大家 进货渠道不一样好了 那不行 我们就算没钱进货 我们也不能去买一些 来路不明的东西 二哥 你怎么这么顽固啊 货真价实就可以了 小薇 做人要有原则 我们不能因为贪便宜 就去进一些来路不明的脏货 暂说了 出了什么问题 不就把大哥辛辛苦苦 建立起来的超市的信誉 给砸了吗 知道了 那我们只能想别的办法咯 这是我替程远志 递交的申请资料 哦 把这个也跟他们一起整理好了 嗯 这是我亲自交给你的 希望你优先处理一下 好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徐姐啊 那个程远志的资料 要不要放到最上面啊 你瞎说什么 但是 她的申请票 可是李大小姐亲自送到的 不管是谁送的 都要照规章办事 把它放在最后 整理好了以后交给我 哦 哎 真没想到 原来大小姐 还能看得上公司员工啊 真的 什么呀 你们都忘了 李经理已经保健过程远志两次了 哦 对对对对 第一次是会所工作小组 还有就是SJ项目的 对对对对 远志嘛 工作能力是挺强的 不过真的没想到 她竟然参加公司内部竞争 是啊 更没想到的是 咱们李氏的大小姐 竟然亲自保健她 看来这下子 有好戏看喽 妈 你找我啊 你进来 你那天推荐的人 是程远志 你把她的简历 直接送给人事部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还能有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想让她成功上位呗 这不可能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个位置很重要 程远志来公司的时间很短 我们对她的背景和人品都不了解 这有什么呀 她呢虽然来公司的时间是不长 但是她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呀 而且她的学历也很高 符合标准 人品也是相当的不错 这个我可以担保 你担保 你知不知道公司上上下下 都在议论你们啊 说你们俩的关系不寻常 议论什么呢 我不就是推荐一个下属 来做这个职位吗 有什么不正常的 反正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是因为她年轻啊 是因为她年轻啊 谁说这个职位 非要七老八十才能干啊 小瑞啊 我有我的道理 有什么道理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跟远志 我们谈恋爱了 什么 你 你跟一个小职员谈恋爱 小职员怎么了 谁说小职员她一辈子都是小职员了 以她的能力和才华 还有人品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她肯定会有出息的 你了解她的背景和人品吗 也许她看上你 是觉得可以利用你帮她上位呢 你想没想过这一点 妈 你大可以放心 第一呢 她没有主动对我献殷勤 是我喜欢她在先的 第二呢 这个职位她没有跟我要求过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了吧 而且 作为理事集团的大千金 我总不能 天天跟个小职员谈恋爱吧 谈恋爱归谈恋爱 这跟当不当经理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对我来说嘛 这还真 没什么关系 但你想啊 像爸爸和妈妈 你们这样的社会关系 还有你们的才华能力 你们又这么优秀 你们的女儿要是跟一个小职员 天天出双入队的 你说 别人会不会在背后说闲话 说那些流言蜚语呢 妈 要不这样吧 咱们先把她弄上这个职位 然后呢让她干一段时间 咱们观察观察 要是没有能力呢 咱就把她拉下来 有能力咱就让她待着呗 你推荐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要服众啊 那也不能总顾着服众 不考虑你女儿的感受吧 好了好了 那我答应你 咱们对她再做进一步的观察和了解 这总可以了吧 可以 那择日不如撞日啊 就今天晚上 你就算不为了公司经理的事 你也得为女儿谈恋爱的事把把关吧 你安排 我就知道妈妈对我最好了 我马上就去安排 李经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等你 你跑去哪儿了 我去给你订那个申请表了 什么 你帮我交了申请表 哎呀 干嘛去啊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小瑞 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的 没想到你真的把表哥交上去 以我的私利 哪里选得上啊 你又何必替我出头呢 谁说你选不上的 我这么告诉你吧 你的资料呢 是我亲手交给人事部经理徐婷的 而且我还跟我妈打过招呼了 你自己说 你选不选得上 但是 我怕别人在背后说我闲话 这事你还管得着啊 别人爱说什么 就让他们说去吧 等你当上经理那一天呢 看他们还敢不敢说三道四的 小瑞 你对我真好 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干嘛还对我这么客气呢 还有什么你的我的 等你当上经理以后 咱俩就平起平坐咯 在那一天呢 我就 你就怎样 我就不告诉你 哎 今天晚上呢 有个很重要的任务 一定要完成 而且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嗯 什么任务那么重要 和我妈妈吃饭呢 你说 跟修总吃饭 嗯 我妈妈呢想看看未来的经理 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还准备什么呀 不就是随便一顿饭吗 总之呢你今晚表现得越好 往后的路啊就越好走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好好表现 哎大哥 在看账本啊 情况怎么样 勉强持平啊 咱这么着也不是回事啊 咱家人多开销又大 哥 是这样啊 这两天我在琢磨个事 就是给我们超市搞一个 促销的方案 出出名气 促销 就是那种降价出售 买几送几的那套 对啊 是个好办法 那你说这样的话 平时那些热销商品 销商量不就马上上去了吗 我们库存够吗 我这两天 让海维和海力他们 查了一下库存 确实是不搭够 对 这样的话 几天就会都销售完了 要不这样 小枫 咱们等过一阵子 等资金充足了以后 再搞促销吧 哥 你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来想办法 你也别太操心了 别把身上的担子压那么重 那我这个当大哥的 不就白当了吧 我知道了 哥 那我去超市了啊 小枫 谢谢你 自家兄弟 你还说这些干嘛 我去了啊 海大哥 小枫 小枫说要搞促销的事 你知道吧 小枫跟我说过了 听海威说 咱们超市库存不够 我想再追加一笔 把这场仗打得漂漂亮亮的 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啊 我说不用就不用 这事你就不用管了行不行 我也是超市的股东 我想让咱们超市多赚点钱 你说这个点子 是我们几个兄弟想出来的 你就让我们几个兄弟 去执行就好了 你就别掺和了行不行 你怎么还把我当外人呢 小李啊 我们非亲非故 你本来就是外人的 我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讲 但事实就是事实 你当初是因为撞伤了我 你觉得欠我的 你想报答我 但你现在已经为我 跟海家付出了很多很多 这完全已经够了 现在反过来了 不是你欠我 而是我欠你了 所以我不想再欠你太多 你明白吗 可我是真心的想帮你 你说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不想让一个 跟我非亲非故的女人 这么帮我 你已经为我跟海家 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海天已经报答不了你了 我不想再用你的钱 投在这样一个 毫无前途的小超市身上 我也不想再耽误你太多的 精力和时间 浪费在我这样一个 毫无用处的男人身上 你明白吗 我什么时候让你报答我了 你个没良心的 我有哪儿做错 让你生气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